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一闪一闪的红绿灯 那这种状况来说一般其实就是反映着市场的投资情绪 还没有真正的平息安定 那导致其实筹码也不会彻彻底底的沉淀干净 所以就会出现好像时而大跌 那时而又大涨 其实一个真正要去脱离底部 然后展开反攻的行情 比较不会是用这种 突然大跌突然大涨 不断地涨跌互建的这种模式来前进 所以我觉得目前面对这个比较标 算是胶着的盘势 大家可能还是要特别留意就是 让自己的心情不要被盘势牵着鼻子走 然后当然还是要调整好自己的资金水位 那我想呢一样是面对今天台股的回档 那这个时候呢 市场上重家的反应是不同的 如果没有钱的人 全部所有的资金都卡在股票里的人 一定会看到今天的下跌 会真的 这个下跌就变成惊吓的下 会比较害怕 为什么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以今天的各类股表现来说 我们看这边 19大类股 就如同画面所呈现的 各位呢一目了然 今天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 全均覆没 或者就说呢 全盘皆输了 今天19大类股全部都跌 所以如果你把它呢 就是投射在各股的表现上 那今天手中的持股压回 甚至重挫 可能也不是一个什么太意外的事情 但是这个时候大家心里面 可能就会比较慌张 因为股票呢 怎么反弹四天以后 今天又出现这种格局 但其实温老师在昨天 已经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预告 我认为目前的台股还是呢 就是踏向反弹之路 那你要真正呢 如果非要呢 我给一个目标 其实我也讲了 我认为合理应该就是呢 要往年限来靠近 因为我们现在是跌破年限 然后距离年限的覆盖力非常大 但这个过程 我自认为我没有这样的预测能力 每天可以呢 把这个大盘的走势图 先画给大家看 星期四会怎么走 星期五怎么走 下礼拜怎么走 如果我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 那大概就是呢 世界首富了 因为我可以光靠这一点 每天呢 去操作台子期货 就能够发财 我没有这个能力 因为行情是瞬息万变 所以我昨天也坦白跟各位说 我觉得呢 这波反弹的目标 是绝对有资格来看年限 覆盖力过大 可是这中间的过程 其实我们很难去推测 它变化会很快很多 那只能说台股究竟是要呢 比方说进三步退两步 进三步退一步 这种 这种复杂的问题 它其实会交给筹码来决定 如果呢 融资一直减肥 外资愿意开始加码回补 那台股呢 可能就是呢 进五步才会退一步了 这个反弹的力道 就会比较快 那如果台股呢 在这边 这个领先上涨的股票 立刻转弱 盘面结构不好 然后外资呢 又有气无力的 甚至呢 买个一天 它又卖超的话 那台股可能就要变 进三步退两步 那这个过程一定会 备受煎熬 很不舒服很痛苦 那大家就在想 你要怎么样去度过 这样子的一个盘势 毕竟呢 现在大家如果是 手上有持股的 说完全轻松 那是不可能的 哪怕是说 现金比股票多的人 多少心里面 还是有压力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说 大家要寻求一个 你能够信赖的团队 帮你去规划这一切 那带领你一起来作战 总好比呢 自己随着这个盘势 上上下下 然后不断地追高杀低 其实那个可能会导致呢 比较多的失误 好 那美股昨天为什么大跌 其实话说回头 真的也没有什么 特别新鲜的事情 也就是说你大概可以猜得到的利空 就还是那些利空 那全世界现在股市常常就是 挡不住哪一个人的一句话 哪一个人是谁呢 联准会主席 鲍尔 那因为他重申 就是要对抗通膨的决心 那后续还是会呢 升息两码 就股市又跌了 那其实这个不就是 连楼上阿公 楼下阿嬷都知道的事情吗 大家都知道 联准会现在最重要的目标 就是要压通膨 那他要持续的升息 这个也都符合预期 那好歹他不是告诉大家要升三码 那另外一个呢 可能说起来跟基本面有一些关联 则是在于呢 全美国第二大的零售通路商Target 那他公布了这个财报 结果市场上有点被吓一跳 因为呢 营收成长获利呢 却表现非常不好 那这个其实会被解读 就是美国的消费 是不是这个动能转落 但如果你要从这个角度去切入来谈 其实我可以改天拿更多数据 来跟各位分享 不过前提是你们想听 当然有时候总经讲多了 大家都不想听 但是其实前几天才刚公布 美国四月份的零售销售 是创下加级的 所以我不会把Target 它的获利的问题定调成是 美国整个消费出了问题 并不是这样 包含美国第一季所公布出来的GDP 是负成长的 也就是说衰退 那你要知道 即便在那么糟糕的一个数据的背后或底下 其实从细项来看 美国的第一季 它的民间消费 仍然是正成长 仍然是对GDP产生了正向的贡献 所以我不会认为美国现在的消费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况且联准会不就是已经在用升息的手段 来控通膨压通膨吗 所以这个问题它不会是持续的 那Target本身 这个美国第二大零售商 我觉得是有它自己的一些问题必须去克服的 所以回来看就是说 我觉得现在的一个盘势 跌这么深之后 其实几乎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 使诸不怕滚水烫 那台股也好 美股也好 跌到这里 现在就算偶尔又突然出现一个单日的大跌 或者说再爆出一个利空 那这些利空其实都是大家已经非常熟悉 占据新闻版面的利空了 那股市真的打不下去了 那我认为在这里 不是要大家呢 把这个行情无限的期待 然后看到天长地久 我再一次重申 我认为现在就是要准备走向跌升反弹 那台股也好 美股也好 我认为都有合理的一个条件 来挑战往年线靠拢 所以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 我们要把握住的就是呢 你要买进会赚钱的股票 然后呢 淘汰那些 其实反弹有气无力的股票 这是 也许是对很多投资朋友来说 好像是老化冲堤 不过真的是非常重要 所以这段时间呢 我们资金 其实持续的一个控制 那包含有一些呢 强势的股票 那利用这一波的上涨 也做了呢 获利出清 或者是获利减码的动作 包含看到呢 在上个礼拜五 3443创意 创波段新高后 我们就出清了 那另外我们看到 这个2368金像电 创波段新高之后呢 我们做获利减码 那另外4770上品 创波段新高之后 我们也获利出清 这表示说 其实我现在在帮家族朋友 规划这个反弹行情的策略的时候 并不是要让大家呢 不断不断的去增加持股比重 而是必须保有一定的资金水位的前提之下 那么在持股的组合上 在我们的持股的内容里面 去做调整转换 那这时候的一个调整 有时候是考量了有些公司 可能基本面出现了一些改变 那有些时候的一个考量 或者说更多时候的一个考量 是着重在呢 也许个股 它已经呢 没有这种跌升反弹的超额报酬 可以期待 我们就会去做减码或换股 那刚刚所举的这几个个股 没有什么特别意思 只是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是很审慎 在看待手上的每一支持股的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自己手上持股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你其实也要呢 更严谨的去利用这一段时间 去评估 到底呢 自己手上被套了股票 不管是套了五档股票 套了十档股票 二十档股票 到底哪些是该流 哪些呢 真的要卖了 那我们今天来谈两家公司 那第一家公司呢 是在台股市场里面 一个独特性的存在 因为它做的是游艇 它卖的是游艇 所以在台湾 目前来说 游艇这个产业 对一般的民众 或投资人来说 感觉是有一个距离的 那当然呢 对我来说 也是有一个距离 但是如果我们 这个 去了解这家公司之后 你就会发现到 其实 现在大家在讨论 这个景气问题的时候 可是对于呢 全球 尤其是美国 欧洲 澳洲 这些财富金字塔 顶级的人来看 他们的消费能力 不减反征 这个很标准 这个时代就是财富M型化 那我们要跟大家讲 这家公司呢 就是8478 东哥游艇 非常特别的公司 那当然从公司名称 你就知道 它的主要的营运项目 就是跟游艇有关 那包含它自己 有自由品牌 生产 销售游艇 那这个部分是以 大型的游艇为主 那同时呢 它也去代理 销售游艇 那这个部分是以 小型的游艇为主 那所谓的大型或小型 基本上如果以这个 尺寸来说 指的就是呢 长度 以70英尺 为区分 那大致上呢 大尺寸的游艇 平均来看 一艘的价格是在台币2亿以上 毛利率可以高达40到50% 那么小尺寸的游艇 平均一艘的价格 大概是2000万 毛利率呢 则是15到20% 那现在以东哥游艇的 接单的状况来说 它订单都已经排到2024年了 也就是后年 所以今年的营运状况 其实在之前的法说会 都已经清楚透明的揭露 那甚至你不用烦恼呢 明年的状况 因为订单也都排进去了 所以你可以想见 现在大家在谈论 通膨 冲击消费 需求降温 这个当然是对于 大部分的民生物资 这个一定会造成影响 可是其实对于 越高端的东西来说 它几乎是不受通膨影响的 我讲个题外话 之前鸿海的法说会上面 大家知道鸿海代表就是 算是整个电子代工产业的缩影 那鸿海也跟大家提到 相较于其他电子的代工的 不管是所谓的四哥五哥 相对于其他大厂 它受到的影响也比较小 是因为它的产品 中高阶的比重比较高 但是低阶的部分 的确是被通膨 有受到负面打击 那我们把话题回到东哥油体上 所以刚才提到 它除了订单已经排满了 那再来就是说 以相对的比重来看 它生产的 这个大尺寸的游艇 大概占它营收比重 已经拉高到八成 那代理销售的小尺寸游艇 大概降到一成 那另外还有一成 则是来自于呢 游艇后续的维修服务 所以我们分成这三块来看 这三块来看 制造占八成 销售就是小的 占一成 那服务也占一成 好 那加上呢 因为订单满 那它原本的金服厂 产能大概一年是10到12艘 那2021年新投产的同立厂 那规划产能满载 也是10到12艘 换句话说 新厂的产能增加 足足可以把它的一个产能 拉高到最多上看一倍 那因为现在订单多 所以提早去做了规划 所以这个产能的部分 去年开始贡献 那今年的贡献也是呢 会再倍增 那再加上呢 因为市场的需求强 所以呢 去年它已经呢 平均对游艇涨价了8到10% 那今年会再涨6到12% 所以呢 从刚刚所聊到的 包含它的一个大尺寸的游艇 占比拉高 再加上呢 产品涨价 那我们来检视一下 它的一个财报表现 获利三率 毛利率 营业利率 税后净利率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在2020年 因为当时这个疫情爆发 一度呢 打下去之后 接下来就开始呈现了 连续性的回升趋势了 那目前来看呢 其实三率 同步都是创下 它的新高 所以代表就是说 公司已经正站在一个 成长的轨迹当中 好 那我们回到股价的上 这个上面来看 大家来看 昨天涨停板 好 那今天呢 立刻压回 那该怎么解读 我们跟各位说 今天的压回 基本上 早上直接开低出来 就是昨天呢 去追涨停的隔日冲 直接呢 停损出场 因为呢 受到盘市不好的影响 直接就停损出场 但是它最大的卖压呢 大概在九点半以前 已经反应完毕了 从九点半过后 都没有再破低 甚至呢 一点钟过后 逢低的买盘 又开始进场了 所以 你会发现到 如果你回到K线上面来看 你不会觉得 这一档个股 好像经历过 大盘破年线的股灾 甚至呢 今天也不像是呢 大盘中错三百多点的样子 其实它距离这个高点 也只差一步 那我们看 这个高点189元 在五月九号这一天 其实它当天的成交量呢 只有四千四百七十四张 那包含昨天 今天在内 这连续两天呢 成交量都是呢 放大到了八千多张 所以代表呢 其实这里已经没有 实质的压力 你可以说它几乎就是一档 创新高的股票 那行情震荡时非常抗跌 那行情如果一旦直稳 像昨天 它立刻就能够呢 拉上涨停板 那最主要就是 有实质的一个 业绩成长趋势为后盾 那这是呢 今天我们第一个阶段 先跟大家聊到一档各国 当然微量老师 不是在推荐或报名派给各位 而是告诉各位 其实在这个局势动荡之下 我始终深深的相信 越认真研究股票 越保持心情的积极镇定 你越能够掌握住 其实还有很多 被低估的潜力标股 欢迎大家跟上我们脚步 休息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再跟大家聊 另外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呢 是4931新胜利 那新胜利呢 也是属于呢 锂电池族群的 其中一家公司 那它陆续呢 打入到呢 国外的资料中心大厂 切入到呢 儲能产业链 那我想这一块的一个商机 它也是在整个广泛的绿能当中 我们讲呢 这个绿色能源 干净能源 其实呢 必须要节能 创能 然后除能 那因为有很多的替代能源 像太阳能 或像这个水力 风力发电 这些替代能源 它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能源产生的高低风 落差是非常大 所以必须利用呢 这个发能的高风时期 把这些能源 先预先储存起来 那你这个除能系统里面 其实就需要呢 电池 那其实国内 国外相关的公司 一般通常 大家所给的本益比 都是非常高的 那这边来讲 其实4931新胜利 也已经呢 切入了 三家国际的 重要大客户 那我们先看一下 股价表现部分 今天呢 从一开盘 它完全就展现一个 跟大盘脱钩的走势 其实开盘有时候呢 真的很重要 它大概可以决定一天 一半以上 甚至三分之二的 一个方向的重要性 那因为今天早盘 大家也都知道 美股下跌了 所以很多人是准备 赶快呢 去变卖手中的持股 赚钱的想卖 赔钱的也想卖 想赶快停损 所以呢 今天盘是几乎 大部分股票一开都是开低 但是它一开就开涨 那这个就有别于大盘了 所以今天呢 我们趁它早上呢 开在盘上 那利用它呢 守住均价限的时候 赶紧再让呢 家族朋友 持股不够的朋友 再去做加码 那这样持股 我们原本就 已经跟各位呢 追踪了几天了 那是不是跟各位讲 你不用呢 太担心它短线的变化 其实 你说中间它有没有拉回 有没有下跌 都会有的 这些红K 这些黑K 它代表就是呢 涨跌互建 那很多时候 其实投资朋友 拿放大镜去 看一档个股的时候 你会纠结在它 也许呢 特定几天 当天的走势 像这个地方 或者说像这个地方 好 那在这里呢 它甚至还是 呈现一个 短线拉回破低的格局 可是你稍微 后退一步 我要跟各位看 这个格局 四月份以来 甚至你再拉长一点 也没关系 你看呢 三月份以来 那这个其实 很明显就告诉你 这一档个股 它是盘面当中 极少数的强势股 这个强 它已经很明显的是 比大盘强 比多数的个股都强 所以它一定是有 它的利基点存在 这个就是我们 跟大家提到的 产业的商机 已经在发酵 那它前面 其实营收的一个成长 还没有完全的 浮现出来 一方面是 公司现在 不是因为订单的问题 它是缺工 所以呢 因为之前也因为疫情 在引进一些 外籍移工的部分 有受到了一些阻碍 不过这个问题 从四月份以后 陆续开始解决了 所以预计就是 在五月以后 它整个业绩 会开始进入到 更明显的一个成长轨迹 那我们再看一下 其实这段时间 它在盘整的时候 很明显都是亮缩 盘整压回的时候 都是亮缩 那但是你也要留意 包含今天在内 它过去三波 短线量爆到三万张以后 它大概会先出现 一个短线的高点 所以明天也许 它在开高上来的话 它就会突破 那突破之后呢 这个前高的颈线位置 能不能顺利把天花板 转化为变成支撑 变成地板 这个我想呢 其实明天周五的走势 非常的关键 非常重要 所以空手的朋友 明天不要急着先乱追 因为过去几次 爆大量之后 短线容易见高 那这一次能不能扭转 能不能把这个压力 正式的转化为支撑 我认为机会是非常大的啦 不过呢 这个我们还是要明天盘中 去进一步做观察 那今天跟各位讲 这档个股不是要你盲目去做追加 而是要告诉各位 其实不论我是不是每天 在节目当中 都有来跟各位分享东哥 都有跟各位分享心胜利 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每天节目就二十来分钟 我们会随时去 针对当天的一个盘势 去决定要跟各位呢 谈哪些内容 但是如果你是 魏阳老师的家族成员 这些股票都是我们呢 领先在行情震荡 或甚至很低迷的时候 就已经卡回不绝了 而且我们因为对基本面 有所掌握 所以我们并不害怕 大盘最近的波动 如果你手上还有套牢的持股 不知道如何改进的话 跟上我们的反弹特工队 会非常欢迎大家 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直接来电洽询 祝大家操作的顺心 明天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事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